花蓮市玄技工日前捐赠了100份民生物资给花蓮市公所 希望能透过社福公益整合平台将物资转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而市长魏嘉贤也感谢公主李福顺以及信徒大德 将北极玄天上帝慈悲为怀的精神转化为对弱势的关怀 桌上摆满生活物资不管是卫生纸洗衣精还是成人尿布都整齐排列等待装箱 这些全都是花蓮市玄技工这次要捐赠给花蓮市公所的100份民生物资 花蓮市玄技工已经连续十年在每年农历三月玄天上帝受诞 以及农历十月的谢平安宴都会透过花蓮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转赠生活物资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及社福机构 而日前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协同辞劳客长萧子魏 前往玄技工班正感谢壮 那这一次玄技工也在捐赠的物资上面 也针对食物银行跟有一些弱势民众的需求 来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除了卫生纸跟洗衣精之外 那也增加了一个成人的尿布 那其实也要谢谢我们玄技工礼服顺公主 那长期以来对于花蓮市的一个关怀 弱势家庭的一个关心 常常跟我们问有什么需要的部分 那在这一次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部分 平台食物银行来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乡亲朋友们 爱华联食物银行就位在于 华联市中华路296-3号 开放时间为周一周二及周四上午8点至下午5点半 中午时段则是休息 要到一点半之后才会开放 而周三及周五则是上午8点到中午12点 市长卫家仙也欢迎有需求的民众 不限户籍是否在花蓮市 只要面临生活困难 需要生活物资的民众 都可以到食物银行填表申领 记者徐迪琴 华联市报导 房居7-4号 房居1-6号 里面 这边 冒 费